作曲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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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把荷花的滋味 浪漫的夏夜 牵着手那就是幸福滋味 有些血雨的感觉 快乐的忘记我是谁 不知不觉那些轻松岁月 抱紧我 让我回到温暖的下时候 我和你还有相遇规划朵 靠近我 让我回到相遇的时候 我和你还有做不完的梦 我和你还有做不完的梦 潘董事长 这份计划为什么没有得到批准 没得到批准 自然是因为它和公司目前发展的需要不相符 这是下个月的营销计划 财务部说没有资金做支持 可是我刚刚查过了 公司的账面上明明有资金 每个部门都有它各自的工作范围和管理方式 财务部既然说没钱 那自然就是没钱 就算有钱 可能啊已经有其他的用途了 怎么 沈总经理难道想独断专行 事事都抓在自己的手里吗 韩董事长 那我也提醒你一下 公司不是你一个人的 你一手遮天的日子 已经一去不复返了 你害我损失了半辈子的心血 早晚我会东山栽起 把你踢出神势 怎么了这是 是不是那个潘伟森 他又给你涨麻烦了 潘伟森仗着自己是董事长 处处限制我这个总经理 我根本没有办法开展工作 那怎么办呢 那长期这样下去 那也不是个办法呀 我忍辱腹中那么长时间 又费了这么大的力气 才当上这个总经理 总不能因为他耍耍手段 我就什么都不干了吧 这 那你有没有想好办法怎么对付他 我在公司之所以处处受到潘伟森的限制 就是因为我在公司没有自己的势力 公司的几个重要部门 现在依然掌握在潘伟森的手里 所以我现在就是要想办法 把他们争取过来 为我所用 朱经理 这是会计公司在这个账本中找到的漏点和疑点 希望你可以给我一个合理的解释 看来朱经理 是没有办法给我一个合理的解释了 沈总 我 朱经理 你是一个小小的部门经理 我知道很多事情呢 并不是你一个人可以做决定的 看在你是沈氏的老臣子 很多事情我们可以商量着来 身为财务部经理 账场出了问题 责任当然要由我来负 跟别人无关 既然这个样子的话 那只能把这件事情交给董事会处理了 有董事会决定 再来解决吧 什么 沈章线把我调到马来西亚 是 董事会已经决定了 这是调令 董事会决定了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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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怎么比我还激动啊 你知道吗 你这招各个击破戒指是太厉害了 你这就相当于把潘伟森的左绑又比全部给砍断了 以后他如果要是再想为难你的话 哼 那就没那么容易啦 嘿嘿嘿 你呀 盛长青 啊 丁经理 这里可是总经理的办公室不是你的策划部 你就这么进来不敲门不合适吧 我有事找盛长请你走开 你 李贤 你先出去 我跟丁经理单独聊一下 好 我就在门口守着呢 有什么事情快说吧 不要耽误我的时间 盛长青 你什么意思 你凭什么赶我走 丁经理这话是什么意思啊 人事调动 是公司的经营需要 你身为审市的员工 难道不接受调动吗 只要你待在审市一天 就必须要服从命令 再说了 丁经理是公司的年轻骨干 去马来西亚公司历练历练 才会得到更好的成长 这样看来 公司也是一片苦心呢 你 当然 你也可以有意见 但是要看我答不答应 没有其他事情的话就请出去吧 以后没有我的命令 不要随便进来 在审市待了这么长时间 一点规矩都不懂 沈长青 你不要太得意了 你以为你当上了总经理就了不起了吗 就可以在我面前耀武扬威吗 我告诉你 我不会给你这个机会的 我不干了 我堂堂丁家辉 离开审市 正要可以活得好好的 好啊 人事部出门左转 请吧 你 什么 你辞职了 对 对 我不干了 我才不会让沈长青 洗在我头上 哎呀 你这个蠢菜 都什么时候了 你还耍这个大小姐的脾气 你知不知道 你现在离开了沈氏 以后就永远别想再回去了 不回去就不回去 让我看着沈长青 悲风扒面的样子 我宁愿离开沈氏 艾维森 就算是嘉惠不辞职的话 那沈长青也会想尽办法 把他赶出公司的 他要是调到马来西亚的话 那还不知道什么时候 才能把他调回来呢 那不是正好吗 反正他现在在这里啊 已经是声名狼藉了 还不如换个环境 凭他这个项目 说不定还能嫁一个好人家 你怎么回事啊 还好意思哭 卫森 要我说 你也不能怪嘉惠 受了那么大的委屈 换谁也受不了啊 你还有心思顾着别人呢 你自己是怎么回事 我 我 我怎么了 我在家好好照顾玉龙 打扮得花枝招展的 每天人影也不见 你说 你都到哪儿去了 你老实告诉我 是不是又满世界花钱招摇去了 韦森 我这不是为了给你争面子吗 那些太太们就喜欢没事聚聚 我要是不去 写得我那么不合群 他们会瞧不起我的 到时候丢的 不还是你的脸吗 卫森 卫森 我知道这段时间 你为了对付沈长青的事 费了不少心思 那难道 就真的没有办法对付这个丫头了吗 我告诉你 我先让她嚣张一段时间 她以为总经理是这么好当的吗 只要她这几个月之内没有剑术 我自然有办法把她从总经理的位置上拉下来 这是你要的新报表 亚长青 怎么了不舒服吗 来喝点水 没事 李嘉 如果我要在这个位置上坐稳 就必须要在在职期间做出一些事情来 可是 三月份的投资管理部做出来的企划案实在是差强人意 根本就没有什么突破的地方 看来 只能是我自己想办法了 长青 我突然想起来 杰森跟我说过 英国有一个生物科技公司 他们现在开发了一种萃取技术 想四处找人合作以扩大业务 好像国内有很多公司都想跟他们合作呢 连精锐的华雅集团都想跟他们接洽呢 生物技术 对 这倒是个好项目 沈氏主做化妆品 正需要生物技术的支持 前几年 公司原本也想成立生物技术研发部门 可是因为潘伟森急于赚钱 就把所有的资金人力 全部都投放到房地产上 最终导致研发计划流产 这一次 咱们正好可以利用这个契机 重启研发计划 好呀 生物科技是发展最快的高新技术之一 同时与计算机 微电子技术 新能源新材料 航天技术等 被列为是21世纪科学技术的核心 我们沈氏集团一直致力于 纯天然的化妆品生产 然而缺少了新科技的支持 我们在这一个领域 已经失去了过去的优势 现在 英国的科恩公司 正手持最新的生物萃取技术 在中国寻求合作伙伴 只要我们可以跟他们合作 获得他们的技术 就可以在生物科技这一领域 前进一大步 而且可以弥补我们过去 只需在这方面的空白 同时也可以开创审视新的黄金时代 看样子 沈总对这个计划信心十足啊 但是我要提醒大家 这个项目动用的资金过于庞大 我们公司 不但要实施新的融资计划 而且还会影响到原有的项目 弄不好 恐怕会得不偿失啊 你的新项目的上马 总是会有一些问题 需要去克服 如果连这一点风险 都承受不了的话 公司还怎么能发展起来呢 再说了 生物科技它是一项 非常有前景的技术 只要我们跟科恩公司合作 还可以巩固我们沈氏的地位 我们为什么不做 如果这个项目能成功 那当然最好了 这是大家都乐意见到的 可是万一失败了怎么办 谁来负这个责任 我认为 沈总 如果坚持让这个项目上马 就必须先立下军令状 潘董事长 现在都什么时代了 还有军令状这一说 市场瞬息万变 机会稍纵即逝 如果不努力尝试的话 又怎么能知道不会成功呢 如果你总是以这种 束手束脚的方式 来管理员工的话 企业能发展起来吗 潘董事长 我不得不说 您的这一套管理方式 已经过时了 市场中 是的 重点 科学 男后 最后 是 妈 孩子 妈妈对不起你 让你没来得及 看这个事情一眼就 啊 丁雅琪 是你害死了我的孩子 我要让你身败名列 这么多年了 潘伟三根本没把我 当个妻子看待 以后 我得留点心眼了 喂 志豪啊 你怎么好久没跟我联系啦 嗯 我还以为是因为上司前的事情 你说我气了 我怎么会生你气呢 你还活着吧 嗯 那你把地址发给我吧 好 马上发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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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徐阿姨 喂 长青啊 你打开邮箱 我给你发了视频 这个视频 我也是刚刚看到的 好 李佳 快过来 哦 怎么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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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看 沈氏集团董事长太太 和一位神秘男子 先后进入酒店套房 两个小时后 两人又先后离开 这不能不让人抚响连篇 该女士是丁女士 确实无疑 至于这位神秘男子 由于他一直把冒烟压得很低 又戴着墨镜 实在无法辨别身份 不过有传言称 丁女士背着潘董私会情人 恐怕是空穴来风 未必无音 丁女士本来就是小三少尉 其实从未与潘董正式结婚登记 现在还背着潘董出轨 真是江山夜 本期安逸 丁亚晴这次死定了 你说啊 要是潘伟森知道了 肯定饶不了她 真痛快 没想到赵珍珍这么快就出手了 哎呀 话说赵珍珍这个女人 是个狠的哈 你想想看 丁亚晴让赵珍珍失去了肚子里的孩子 她怎么可能会放过她 哼 真是报应不爽 丁亚晴坏事做计 现在啊 连她以前的亲信都不放过她 哼 丁亚晴啊 丁亚晴 你一定想不到 你们的城市 我知道的一清二楚 哼 我的孩子不能白死 上传视频只是一个开始 哼 我又让你 生命不如死 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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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知道 那个男的是谁啊 这网上的八卦新闻 都 都还夸大情词 也许 只是太太的朋友吧 朋友 女官开封间 过夜的朋友 朋友分别是她的先夫 好 别让我知道她是谁 要是让我给带到了 我也得把她碎尸满断 你们今天怎么回来的这么早啊 想知道的话 我就应该让阿姨 把晚饭早点给准备上 江辉 看啊 我买这双鲜好看吧 我可喜欢了 你倒是挺舍得 花钱打扮自己的嘛 北森 你看啊 我今天这次是回来 急着照顾玉龙嘛 没来得及给你买东西 下次啊 下次给你买 你喜欢什么 回想你看 漂亮吗 混账 不要脸的女人 你还在我面前办贤妻良母 我又没有做错什么 你为什么要打我 你还有脸问 妈 网上有一段你的视频 在 在柔华酒店 阿姨 我没有做对不起你的事情 真的 你要相信我 相信我 相信你 妈 妈 你带我当傻子呀 你别花着我的钱到处享受 你别背着我在外面找男人 丁亚琴 你还真把我当傻子呀 爸 我没有 我没有 你还跟你说没有 妈 妈 别打了 这样你会打死妈的 闪开 我见语 你说 那个男人是谁 妈 你就说吧 你才不说 爸爸真的要打死你了 妈 快说呀 伟责 你就原谅我一次 我保证 我保证以后老老实实的在家里 是伺候你和玉龙 我才也不和那人来往了 你低压情 我要你说 那个男人是谁 你不说是吧 我就打到你说为止 放开 放开 你别打得去 这两妈妈 你也不是个好东西 潘瑞森 你们俩还真是母女情深哪 怎么 不服是吧 你不是人 你干嘛要打佳慧 他又没做错什么 你干嘛要打他 他是你女儿 我的女儿 快 说不好 他也是你跟别的野男人生的杂种 家伙是我欣欣姑姑养大的 你凭什么这么说他 你不是要打佳慧 你不是要打佳慧吗 你把我打佳慧 你打佳慧 别打佳慧 太好了 你打佳慧 别打佳慧 别打佳慧 打佳慧 你打佳慧 你打佳慧 长青 你猜 丁雅琴和潘伟森 现在在做什么呢 我猜吧 丁雅琴给潘伟森带了那么大一顶绿帽子 潘伟森不会轻易放过丁雅琴的吧 就算他们反目成仇 又能怎么样 也无法挽回我失去的亲人 如果有重新选择的机会 我只希望 爸爸 妈妈 外公 容妈 他们都在我的身边 我 童心 你好大的胆子 你还敢还手了你 我告诉你 我挨打收器的日子已经过去了 你 这是有人撑腰了是吧 是那个肩负是吧 对 没错 怎么样 你 你别一口一颗肩负的 你自己也没好到哪里去 你不就是靠着女人才有津津的位置吗 你不是靠着女人的裙带才爬上来的吗 你 没有沈亦如 能有你心天吗 你现在有钱有势了 你看不上我了是吧 我告诉你 你可以和赵真真搞在一起 我就可以给你带绿帽子 爸 我饶不了你 我饶不了你 你会发现我的事吗 不要 我饶不了你 潘总 那个贱女人呢 太太她不见了 不见了 派人把她找回来 这 董事长 这到哪儿去找啊 我不管你上哪儿去找 你有本事就上天入地 总之要把她给我找回来 是 我这就派人去吧 等等 把丁家慧给我赶出去 董事长 家慧 可是您的女儿啊 我的女儿 这个死丫头 关键时刻 居然帮着丁雅琴对付我 我没有这样的女儿 快把她给我赶 董事长 是 我马上去吧 对不起丁小姐 你不能进去 你说什么 我 因为你现在已经不是公司的人 所以你不能进去 东西我已经让保安给你收拾好了 都在这儿 沈长青 你别得意 我不会让你得逞的 让开 我要叫董事长 喂 丁小姐 是潘董事长吩咐我们把你赶出公司和潘家的 我们也是奉命行事 请您 不要为难我们 你说是董事长要赶我走不可能 我非要见董事长不可 我不相信 我不相信 爸爸为什么要赶我出去 我是他亲手女儿来见的 让我进去 放开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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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们放开我 爸 你还有脸来见我 给我滚 爸 你为什么要这么对我 我是你的亲女儿啊 你现在想起来是我亲女儿了 你拿花瓶砸我头的时候 怎么偏偏就忘了呢 爸 我是不得已才那么做的 那天你发了那么大的脾气 私私夹住妈妈的脖子 我怎么劝你都不停 我是怕妈妈出事才出自下策的 关键时刻 就看得出谁亲谁输了 你呀 比较像是你那个不要脸的妈 人哪 把她给我赶出去 爸 爸 你不能赶我走 我只要求你们 我只要求你 我是你的亲女儿 爸 我是你的亲女儿 爸 你不能赶我走 我从来都没和你说过 我这些年过的是什么日子 你们表面上看我整天 住着豪宅 坐着名车 穿着名牌 出席这宴会那宴会的 只有我自己心里知道 我 我有多苦 干嘛 疼 潘伟森这个家伙下手太好了 你以后可怎么办呀 什么怎么办呢 反正我也不想和他过了 他爱怎么办怎么办 潘伟森他根本就不是人 他整天在外面拈花惹草的 回到家里对我还爱搭不理 少爷不顺心就对我指手画脚的 我给他生儿育女 我给他照顾家 可在他心里面 压根就没把我当成他的妻子 也就是把我当成照顾他儿子的一个保姆 哥 哥 现在全世界的人都知道了 我和潘伟森彻底翻脸了 那个家我是回不去了 你打算和他分手 分开 他想的没 他除非分我一半家产 要不然他休想摆脱我 以潘伟森的为人 你让他把一半财产分给你 那恐怕比登天还要难啊 他不给我 那我自己想办法弄 你不是一直都跟我说吗 让我自己多在那私房前 我也想过了你说得对 这手里面没钱 心里面就没胆 做什么事情都做不了 如果我要是有钱的话 我即便是和他分开了 我自己也可以过好日子 潘伟森现在撕破了脸和你闹翻了 我在审市估计也干不了几天 事情到了这个份上 我们是得替自己打算打算了 幸亏林浩给沈长青分手了 你看看沈家那些破事 说不定那爆料的人哪 还是沈长青哪 是北京警官在新闹上线吗 怎么 他能做还怕人说啊 一个女孩子家的整天报复来报复去的 心思也太坏了 他要是嫁醒我们家呀 我都该睡不着了 妈 你知不知道那些人对长青做了什么 你知道长青心里有多痛苦吗 林浩怎么跟你妈说话呢 林浩 你看看你现在都什么样子 为了个沈长青 还敢跟妈妈顶嘴 看来我让你们分手啊是对的 不然他嫁进我们家 还会得给我七瘦啊 妈 你怎么能以小人之心困扰 好啊林浩 你终于说出自己的心里话了 你往下说呀 怎么不说了 你是想说我以小人之心 夺沈长青的君子之父了是不是 在你的眼里 我就是拆散你们的小人 对不对啊 想想起 想想起啊 林浩他也是一时失言 他不是故意的 林浩 还不赶快跟你妈道歉 我是应该道歉 可是妈诋毁长青在先 妈是不是应该先为那些话道歉 林浩 你真是出息了啊 你想让我跟沈长青道歉 你做梦吧你 我告诉你 从今往后 不让你们再来往了 更别想见面 不许在我面前提起他 有他没我 有我没他 那我非要跟他见面的 那你就不是林家的子孙 以后别过我叫妈 好了啊 沈长青 真不想活 不生气了 不生气了 林浩 你这是干什么呀 爸 我不可能忘记长青 我也不可能跟他断绝关系 既然我们家容不了他 我只好给他一个新的家 爸 照顾好爷爷 还有吗 平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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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您感觉好 陈佩 你会不得了 你 我会不得了 你 喂 沈长青 你到底要把林浩 这长生什么要分你才开现 她毁了医院 放弃了田舟 放弃了名声 现在还要和家人一刀两断 你是真的想让她一如所有吗 沈朝青 我从来没有见过下你这么狠毒的女人 喂 喂 林昊 沈朝青 我已经说得很清楚了 你还来找我干什么 如果没有其他事情的话 还晚了 我去休息了 我是不会放手的 我真的不会放手 李昊 你妈妈说的没有错 我就是一个狠毒的女人 为了复仇 我什么事情都可以做得出来 我们两个不合适 你不要再来找我了 长江我知道你有顾虑 但我希望你能抛开那些顾虑好吗 因为我为了你可以抛开一切 没有这个必要 你只要说你不再爱我了 不想跟我在一起 我就绝对不会再来找你 那你听好了 我沈长青 从今以后不再 长青 你看着我说 凌昊 你不要逼我 你说不出口 是因为你还爱我 既然我们两个人相爱 为什么要分开呢 是 我爱你 可是并没有到可以为你放弃一切的地步 我已经说过很多遍了 我们两个不合适 我已经放弃这段感情放弃你了 我知道 你对我很好 可是我无以为报 你为什么不去找一个合适的女孩子 过着简单的生活 那样对你对我都好 我做不到 我爱的人是你 我怎么可能跟其他的女孩子在一起 长青 今天我来只想告诉你 不管你做什么样的选择我都不会放弃你 我们有那么多的过去 那么多美好的回忆 我为什么要放弃你 看着你 我会用我的方式处理好一切 不管明天多遥远 我不敢说要你等我 但我希望你知道我对你的心 你怎么那么傻呀 你不让我等你 你怎么就知道我没有喜欢上别人的 不会 你不会那么轻易地去爱上别人的 就像触摸你的温柔 人是会变的 人是会变的 我以为明天会实现 可是爱有时候会变 如果你真的喜欢上别人 我不会再来找你 我要做的只是我想做的 你能有一条竹线 天空 至于结果 永远又等着你的那朵雨 不重要 就算所有彩虹都离去 爱燃烧梦幻的味道 忘不了抱着你 直到世界变老 不管明天多遥远 不管信念曾改变 相爱的心 会给你勇敢 燃烧的火焰 迎着你的笑脸 来 沈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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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人掀我一步 真的不是你干的 我就说你不会相信嘛 韩伟森 我看你还是不要在我的身上费心思了 因为我对你和丁雅琴之间 那些龌龊的勾当 根本就不感兴趣 沈长青 你竟敢跟我这么说话 我好歹也养了你二十几年了 你竟然这样的目无尊长 尊长 韩伟森先生 你真的应该好好反省一下 你自己的所作所为 配得上这个称呼吗 你 你处理 天边的地平线 我以为能够触摸 就像 触摸你的温柔 像昨天的誓言 我以为明天会实现 可是爱有时候会变 命运不是说换就能够换 但是爱永远只能有一条主线 天空永远又等着你的那朵雨 就算所有彩虹都离去 爱燃烧弥漫的味道 躲不去看着你一个世纪不老 不管明天多遥远 不管信念曾改变 拥抱的心会给你温暖 燃烧的火焰 陪你走到终点 爱燃烧梦幻的味道 忘不了抱着你 直到世界变老 不管明天多遥远 不管信念曾改变 相爱的心会给你 勇敢燃烧的火焰 迎着你的笑脸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